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例如裙垮我們屬於中國人的嫁衣 一試垮你會覺得原來我真的要嫁了 裙垮穿上身的感覺會給別人一種很喜慶的感覺 我們分歸就是在刺繡的梳紋上移定 所以最多手工就叫垮王 第二就垮喉 接著就到五幅塔 金絲銀線繡至花開富貴龍鳳城翔 一席中式裙掛在燈光映照下炫彩奪目 熠熠生輝 作為香港新娘出嫁的傳統禮服 裙掛興起於上世紀30年代 在六七十年代進入全盛時期 裙掛中的掛指的是上身的對精衣 裙則指下層長裙 這種中式禮服大多為手工製作 以金銀線密度高低分為掛黃、掛厚、大中小五幅等不同品類 接近百分之百金銀線刺繡的裙掛被稱為掛黃 整件裙掛表面均由金銀線覆蓋 裙掛作為古老民間文化的載體 蘊含了嶺南地區婚嫁習俗中的美好寓意 這對我們叫子孫帶 寓意兒孫滿地開枝散熱 龍鳳用廣東話的諧音 龍鳳呈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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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好寓意兒的背後是自修師傅的一雙巧手 在講求效率、流水作業的時代 手工嫁衣中蘊含的獨一無二的心意 則更顯得已足珍貴 因為傳統垃圾龍鳳的3D的感覺很立體 那它就一定要人手才做到這麼立體的工序 機站時都還沒代替得到 如果你說製作群垃的工序其實都很繁複 將紙漾印到快步 就開始有刺繡的師傅來做 這就是逐真逐線的工序就是最長的了 因為你刺繡一個圖案出來的精細度 譬如一條線這樣養計 它是值不值 每一針的距離會不會一樣 還有這隻手我們都會講究不可以看多 因為看多就會令到快步和金文師會變色 就會很容易氧化 那收好之後呢我們就會開始將它的尺寸 開一個紙漾再放下去裁 裁完之後再車 車完之後還有一個工序還要縫回去那些口 其實它有很多不同手工的工序 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 已在香港開鋪的灌南華營業至今已近百年 如今這一老字號仍堅持用全手工 完成三百多個步驟的製作工序 為的是給新人送上一份獨一無二的祝福 但隨時代變遷 新人對禮服的審美逐漸多元 老店也在與時俱進 在堅守中創新 因為你知道現在的年輕女 個個都不會喜歡穿肥 穿得牠千瘦一點 那你知道個個分錢都會減肥 保持肥 我們這套扒都要跟著這個時代去變遷 都要穿得修心一點 不可以穿肥它 近年我們已經開始做 多了一些不同的色彩 以前的扒 它只有金色和銀色 沒有那麼多彩色的 剛才好像你試過扒王 雖然它是很甘 但是它會有一些很色彩的感覺 令到個人的感覺會硬綠一點 都是有顏色配搭的方面 還有收身的cutting去研究這件事 受疫情影響 近年婚服店也採用 線上線下結合的情勢經營 但歷經百年不變的 是對傳統記憶的堅守 與對新人的美好祝福 因為始終疫情影響 大家不可以面對面這樣談 我們都是透過視像 將它想要的東西 我們就 我要跟我公司的畫圖的同事說回 它要畫了之後 起了一個圖出來 我還要傳給它看 它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 我們要再改 它不是好像賣時裝 它今天這件不喜歡 它選擇第二件 我們要很嚴謹 因為它一生人只有一次 我們每一個客人 都要很認真地對待 因為它只是假一次